现在是由我们两位学生也参加了进来 那现在是不是由我们学生来提几个问题 然后让庸先生来回答一下 好,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在如果有很多人都申请奖学金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筛选 有没有就是特别能做的 会凸显自己的就是特别之处的 有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我们申请奖学金的时候呢 首先就是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符合条件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 一般奖学金的简介里都会告诉你 它是属于哪种奖学金 比如说它是支持学生 鼓励学生运动的 或者鼓励学生消费活动的 你呢就把这方面的东西呢 加强 把你的简历做得漂亮一点 把那个东西就是介绍信写得好一点 举个例子我刚刚收到一个学生的资料 这个奖学金呢是鼓励学生做一些校外活动的 然后呢 这个还有leadership的 这个学生给我发的一个他的简历 包括他的一些推荐信呢 是他打羽毛球 是他做一些校内工作 就是他是做一个居多化 帮助学生学出于不好的学生来补课 但这个是是拿工资的 他不属于就是那种 这个奖学金所要求的那种 所以说呢 我们在校内筛选的时候呢 就把他的给拿掉了 一定就是要看清楚奖学金 他所要求的是哪方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按照他的要求来做好相关的准备 提供相关的资料 这样呢 才能够增加我们的机会 因为有些奖学金呢 他是一些 不一定根据奖学金来走了 有些奖学金呢 他是我们叫公固 他是校内的 你面对经济者 都是你们学校内的同学 有些奖学金呢 可能是省内的 也有些呢 整个就是 整个就是加拿大的 甚至是international的 这个你都要看 就是说这个 你他最主要就是 你要看他奖学金 针对的是哪方面 然后你按照他的要求 来准备你的资料 谢谢 没事 那么你呢 第二个 就是 一年可以寻请 很多种奖学金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如果你的条件符合 你能拿到 拿奖学金拿到手里 对 不封顶是吗 这个没有封顶的 这个没有封顶的 能支付是吧 可以的 可以的 这个而且奖学金是免税的 对 免税的 那那那仔细讲讲 看看是 是有什么具体的操作方式吗 还是说是怎样的 这个里边没有什么 就是说一个决定的 必须就是说 学生作为一个 想要申请的话 必须要去 花时间去看 首先要知道 哪些哪些奖学金 在当时就是那个时间段 是可以申请的 然后呢 再要去看 都需要什么资料 准备好这些资料 把自己的这个文 这个准备好 就像我们找工作 我们要把自己简历做漂亮 对 对 那您说那个申请奖学金是 必须是 比如我们现在要 行大学了 但是 我们是到魁北克网站上 去找小学金 还是是 就是我们所记得大学的 那些网站上去 找小学金 都去 都去 今天我们刚刚聊 就是魁北克政府呢 它有一些就是 政府的公共项目 比如说就是 Rohan Bursary啊 或者是Bexpective啊 这些奖学金 然后呢 就要去政策的官网上去看 相应的校内呢 像麦基尔啊 这些大学 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奖学金 因为它作为一个老学校 它有很 它的foundation 特别特别的大 有很多不同的就是奖学金 你们呢 我建议就是说 去校内网站看一看 大概做一些了解 自己大概有什么就是奖学金 可以就是符合自己的情况 那您说您看就是我经常 我经常做体育 而且我在就是很多 很多局 有一个小律 就在一个队里去打 那您说 那我是不是 神奇的一种小律 体育方面 讲一件事 是可以申请的 但可是他们的要求就是 需不需要达到那种 这个国家队 或者是不是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 类伍的 有可能有可能 这个呢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有些奖学金你要看 因为我们不能就是说 所有奖学金都是一个标准的 这是不可能的 举个例子啊 像明哥你 最喜欢你举例子 明哥你 你呢 就是说 有一天呢 你说 哎 我呢 有一个 我想帮助一些学生 我想成立一个奖学金 就叫明奖学金 然后呢 你就接触到 明眼看世界 明眼看世界 奖学金 这奖学金呢 你就 你首先 你要想 你想资助哪一类的学生 你会就是说 比如说你想资助 全省学生 你要找一些相关的机构 如果你想资助 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就是 举例子 只想资助 麦基尔的学生 那你呢 就是要接触 麦基尔的这个 就是学校 他们有一个 他们会跟你联系 对 他会问你 首先感谢你 然后呢 问你就是说 你想资助哪方面的学生 因为这个呢 是我们要尊重 就是给钱 就是给钱的这个人的一些 就是大致的愿望 我们会给你一些建议 就是你说 比如说 比如说有些人可以说 我们是中国人 我可以成立一个建议金 只给中国学生 华人 华人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我们呢 也不能就是说 要求呢 不能就是说 我要给华人 然后呢 今年入麦基尔 入哪个专业 就是很限定很限定 明显就指定了一个人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这样就等于是 就是作弊了 必须就是有一个相对来说 范围 很多人都可以入这个池子的 但是这个池子这个大方向呢 你是有权利来指定的 换句话说 回到刚刚他的问题来说呢 就是说 每个奖学金呢 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奖学金的方向 跟范围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真的需要花时间去看一看 就是说你是符合哪一个 也就是说他们在 他们在线下 就需要 去 去研究 他们想要申请的这个 奖学金的具体的条件 对 然后呢 他们需要提供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需要一个自查 然后呢 看看自己 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 没错 去申请 然后呢 去准备资料 对 然后呢 再等等按照这个条件走 不懂的就问 我又要做广告了 我又要做广告了 好 在你就是说 申请奖学金 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啊 如果遇到问题 你们的学生服务中心肯定会给你提供相关的帮助 对 不懂的就要问 学生服务中心 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次性申请很多年 就是比如说我已经知道我以后是会 比如三年的Acaloria 那我可不可以一次性第一年申请这三年全部的奖学金 还是只是每一年申请每一年的奖学金 你这个奖学金指的是哪一个奖学金 是Long Anniversary吗 是那个Pay Books Pay Books OK 那就是Long Anniversary 这个奖学金呢 是一年申请一次 一个学年 学年就是秋季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2022-2023学年 是秋季2022 冬季2023 和夏季2023 麦基尔呢 我不知道你的专业夏天有没有课 如果没有课的话呢 你就是说每个学年呢 申请一次 现在呢 就是5月初大概 2023-2024的这个新的学年的申请表格 已经是在网上出来了 现在就可以去提交了 但是每年要申请一次 那如果说我没有申请2022的 我现在能不能申请 就是已经要快读完了 能不能申请 非常非常及时的问题 立刻马上 可以吗 可以 就是可以现在申请2022和2023 2022-2023学年 从2022年9月1号开始 然后你的学业是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是说2022-2023这个学年 2023年 2023年几月份结束 现在 现在 5月28号 29号 27号 26号 大概 那你还有30天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对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30天之内 你必须要提交这个 2022-2023的申请 因为你的这个 Full Time的学业 已经结束了 然后从这一天开始 你有30天 过期作废 过期作废 可不可以就是 那我现在申请了这个 2022-2023 但是如果我现在 也就同时申请2023-2024 可以 可以 因为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这个时间呢 是刚刚好 2022-2023-2023-24 我们在这个位置 都可以申请到 对 它正好在这个时间 对 两笔 对 不错 对 都可以申请到 然后这个要记住 每年都要申请 对 这个真金白银 每年都申请 然后其他的专业的 其他的那个奖学金呢 你要看 有些奖学金呢 是一次性的 有些奖学金呢 是可以Renew 一年两年三年这样子 然后你还要注意 就是Renew的话呢 要不要符合一定条件 比如有些奖学金说 你的TPA一定要在 3.5以上 举个例子 那如果3.5以下的话呢 对不起 就不符合条件了 你这个都是需要 就是看它的细则 那这个Renew的话 它是对每个专业 都有就是都可以的吗 还是 它不限专业 它要求条件呢 就是说 你是在这出生吗 OK 那你只要是 Fulltime学生 你就符合这个条件 对 申请的话 不是很复杂 就是有一个表格 你需要用你的 Permint Code 在网上填一下 然后大概有个 9页的表格填一下 一定要注意 在你提完表格 递交之后呢 它会给你出来 一个新的一页 这一页呢 首先它会Confirm 它收到了你的申请 之后呢 它会告诉你 你如果要 你必须要提供哪些资料 才能够把你的File 给这个就是 补充完整了 如果你不补充完整 也不行 你一定要 要注意 就是说 它告诉你的 那个最后 都需要提供哪些资料 就是说 你的意思就是 这个普通学生 是不是也可以去申请 这个接待金 是吧 讲学金是不一样的 有些讲学金呢 是就是说 给GPA非常high的 那就是说 就是GPA不high的话呢 不够高的话呢 那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 但有些讲学金呢 是给就是说 运动很好的 那如果像 我运动很少的话 我就拿不到 但有些讲学金呢 是给就是各种 各种各样的讲学金 都需要 就是有些讲学金呢 是给孩子 就是有学生 他经济有困难的 有些讲学金呢 是鼓励 某一个学生 去在某个领域做研究的 这都不一样的 一定就是说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并不是说 觉得啊 我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思维 啊 讲学金只是给这些 这些人的 不是的 是不是你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说是 有没有一种讲学金 就是就是专门 针对于学习不好的 给讲学金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普通学生就是没有说 很大的课程 或者只是就是平平常常 普通 普通学生 OK 来上学 然后呢 就是也许有一个 一个 一个很固定的part time 就是就是平平常常的 OK 我明白你意思 我明白意思 这个的话 有可能 他的机会不是很大 因为有些讲学金 比如说如果他 说各个方面都很普通 他不达不到 就是说一些要求的话 可能就拿不到 但是呢 也有一些讲学金 比如说是 鼓励他有校外活动的话呢 或者有一些leadership之类的 这个也不好说 因为是刚刚我跟林哥 还在聊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去年 有一个讲学金啊 你们俩那个part 给那个missing掉了 去年有个讲学金 我们要给六个学生 一共 所以说我们有六个讲学金 要给 然后呢 我收到了 一共收到了六个 符合条件的 申请 也就是说 这六个学生没有竞争 全部都拿到了 也 说到这里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哪怕就是说 不是很 不黑样 不是很 就是很那个什么 也可以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 也可以去试一试 对 因为我们并不丢失什么 也就是一点时间嘛 对 要多去试一试 对 多去试一试 也许会有学生想知道 这些讲学金 就只是给full time的学生吗 反正说part time 就别的 不一定是全职学生 对 大部分的讲学金 都是给full time的 很少给part time 因为part time 我们理论上来想 part time 我时间去干嘛 为什么不差 full time学习呢 是不是拿时间去工作了 工作的话呢 我们就有一定的收入 所以说呢 相对来说就是 它就不是很 鼓励这样子的 大部分是这样 如果从政府 那个项目来说呢 它有一个就是 刚才我们说 long anniversary 是给full time的 还有一个是long 它只有long 那就是给part time的 然后如果是其他 除了政府项目 其他讲学金呢 就是刚刚说的 大部分是给full time的 很少很少 我见到的是 也收part time 这里有一个 就是特别的一个 就是一个小的一个 事情是什么呢 有在政府那边呢 因为它会有一些 就是exception 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况 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有一个孩子 在六岁以下 我可能需要一些 更多的时间 去照顾我的孩子 然后呢 我就可以就是 被他们认为 是full time 但同时呢 我是注射part time 这样一个情况呢 就允许我呢 就被认为是full time 可以就是申请一些 full time的东西 比如说long anniversary 这个项目 又是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对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真的就是遇到 各种各样情况的话 就是就会很复杂 所以呢就得 就去还是 就去分析它 对 一定就是说 首先就是 要花时间去找 去看 看完之后呢 就是看得仔细一点 自己符合条件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 再去就是 去准备相应资料 去申请 如果遇到问题呢 就找 就是学校里边 去咨询 去问 因为 如果我们不花这个时间 去的话呢 我们就丢到这个机会了 对 那可能我也比较好奇 就是loans 就是以后工作 要还你一个钱吗 那这个 它是什么一种还法 就是会 是要和银行商量 还是 OK 你是指 loan anniversary 这个项目里边的loan 是吗 OK 这个呢 首先在你全日制 我们讲loan anniversary是全日制学生 就是fulltime的 在你全日制读书期间呢 是没有任何利息 在你的charge的 然后呢 你也不会被要求还款 如果有一天 举个例子 你毕业了 2025年12月31号 你的最后一圈毕业了 然后从20 从依照现在的这个政策来说 从2026年的1月1号 利息开始在你的charge上了 在2026年的7月1号 你要开始还款 然后关于怎么还款呢 这个需要你跟银行来谈 如果 据例子 有一个学生呢 他到开始还款的时候呢 他可能没有找到工作 他的经济小店不允许 他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项目呢 就可以允许我们 往后推延还款 在每一个人的 就是这个 一生中呢 可以申请60个月的延迟还款 但是这也是一个 就是还是说到 要表扬他们的这个表格 很出名 就是说他会问一些问题 就是问我们的家庭情况 最重要是我们收入 如果我们收入低于定的线呢 他就会让我们 允许我们完全就是往后延 如果是在一定线之上 在一定线之下呢 可能会把我们 本来要求我们 举例子 每月要还200 可能给我们每月还100 还50 甚至是零 他是就是根据这个情况来走的 那那种实习的时候 就是算 实习要看你具体的一个 就是你们的这个 学习的这个专业的这个项目 这个算是 你是 你是高博吗 我不是 不是高博 如果有高博的话 那这个也 这个时候也能升级 如果是高博的话 是不可以的 高博的实习期间是不可以的 因为他是按全职工作来算的 然后你的专业我不知道 然后你的实习是什么情况呢 我也不太清楚 我建议你呢 就是去问一下 你们那个学校的实习那部门 或者是你们的那个就是 系 就是你们的那个学校那个系 系里边 我们去了解一下 你这个实习是按照 什么的一种情况 因为有些实习呢 也是在你实习期间可以拿到融合盆水的 哪怕你有一定的收入 或者是拿到一定的奖学金 这个是不一定的 就是根据你这个实习的项目来走 嗯 特别好 还有问题吗 同志们 实际上我觉得这种问题啊 肯定还有很多啊 但是呢 对啊 所以呢 就是也希望啊 就是看我这个视频的这个 朋友 或者是家里的孩子 看到之后呢 相关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可以 可以告诉我们 对吧 到时那到时有问题就请要用 或者的话呢 还是直接去那个叫什么 学生服务中心 没错 对 因为怎么说呢 像Longer Births这个项目 包括一些具体的奖学金哈 嗯 每个学校里边的学生服务中心 奖学金部门啊 他是最了解这个奖学金 针对本校的学生 而且Longer Births呢 他们有这个 有 有access 他们可以进到你的file里边 去看到一些具体的情况 如果不是我们学校学生呢 我是看不到的 因为是隐私关系嘛 所以说呢 还是一句话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然后呢 要有问题呢 就去自己学校学生服务中心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找到一个 最合适的一个答案 和一个最需要的一个帮助 对 总之 反正我觉得就是 奖学金真的是很多 然后呢 不要放弃这种机会 没错 然后我也希望就说 大家呢 就是学生们呢 就是多去试一试 对 对吧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多去试一试 就是一点时间 把这个程序呢 自己走一下 对 最起码呢 当你获得 或者申请成功之后呢 最起码它也是一个成就 那么对于你来讲呢 你也知道 从哪门入哪门 你又很明白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杨庸先生 来分享我们 特别特别重要的 奖学金节部分 其实也就是 聊一下自己所知道的东西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吧 对 好 再次感谢 谢谢 谢谢 哎呀 你也没闲的吧 那咱们就到这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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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darl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